这真是一个有趣的一个问题啊 那什么问题呢 新京报有一篇报道 说这个就是那边那个神秘的国家了 为什么他发射那个火箭失败 然后呢会被称为一个重大的一个错误 为什么这样说呢 这个报道非常长啊 我们把这个问题折腾完了 我们也可以看出来夫妻吵架 情侣吵架的相互逻辑有趣的东西 这篇报道里面讲到的 为什么被定义为最严重的错误 是因为他们这个发射失败的这个东西啊 让他们对面的那个国家给捞走了 那就变成了他们所有的那个技术 大曝光了 光着屁股了 这次让人一下都给搞掉了 搞走了 那你就变成了最严重的一个错误了 是吧 可是有朋友指出来 如果这样说 马斯科都不知道错误了多少次了 让马斯科挖煤去 恐怕就把地球都可以挖穿了 马斯科经历的错误太多了 这里报道也说了 他们要重组 要严厉的那个处罚那些个 就是这次失败的人 那么大家就说 那这些个科学家谁敢干活啊 你干干活你科学嘛 他就是从错误当中成长的 所谓的讲道理 就是在正伪当中成长 我们情侣 我们夫妻 如果说要比赛讲道理 你必须先承认你自己的讲的道理有错误 这个是非常博弈的 非常烧脑的一个问题 那我讲一个道理 我就接受我的道理是有错误 那讲什么道理啊 那好了 那如果你退回去不讲道理 那你们就知道 你们现在的关系是相互的不讲道理 就是讲道理 必须接受正伪这个问题 只要你讲逻辑的 讲道理就讲逻辑嘛 你必须要知道 你讲的这个东西有边界 你讲的这个东西不是个真理 是有缺口的 你接受这个东西 你才可以来讲道理 那自然也接受别人的批驳 也接受别人的反对 而且还得心甘情愿的 而且还得心高采烈的 就像那个 就像那个 苏格拉底 就像那个 发明了勾股定理 那是谁啊 什么斯拉 什么什么的一大串的名字 想不起来了 就像他 高兴的接受正伪这个逻辑 道理就这么简单嘛 因此我们也可以知道了 为什么你这个航天 你就追不上 一个私人公司 特斯拉 你举国之力 你追不上马斯克 因为马斯克是从错误当中成长 那你这个地方 你是从恋爱里面成长 你是从宗教里面成长 你这个东西 当然恋爱里面也有所谓理性的恋爱 恋爱里面也有 宗教里面也有逻辑性的宗教 是吧 都抛弃掉 只是一个东西 一个婴儿的恋爱 一个婴儿的宗教 从这里要追马斯克 你没办法追的 你都不允许出现错误 你怎么追啊 违反了这个讲道的逻辑 违反了科学的逻辑 他自己就给出了他自己的答案 他不可能能发展出来 厉害的航天航空 只能靠偷 只能靠别人给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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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